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铁楼的频道 大家搭车的时候可能都会见过车头总会有一个显示牌打着一些数字 而显示的数字由两位数去到四位数都有 但又不是车本身的号码哦 难道真的好像30624700这样的数字人生 今次的片段我们会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 其实大家常见到的这些数字并不是什么迷的数字 反而它在车务运作上是非常重要 而因应不同的路线所显示的会是车序或者是车次编号 不少人可能会问既然车身上都已经有个编号 为什么还要弄多个呢 相对于维护上识别每一列的实体列车车身编号 车序或者是车次编号都是在车务运作上 方便识别每一列车或者是班次的 而这些编号都是会按照时间表而被偏配 基本上在同一日都不会重叠 由这一列或者是一班车专用 先讲车序顾名思义就是代表着一列营运中的列车 在行车时间表上的最好 和巴士营运上的字位具有相同意义 因应车务营运安排 这些号码未必是顺序排列 也未必一定是由01开始 但同一时间就只会有一辆车用同一个号码出现在行车线上 按照时间表为这个号码所属列车编定的时间行走直到收车 就好像赛跑比赛一样 同一时间赛道上只会有一个运动员用着一个号码 是独一无二的 基本上一个车序编号一日只会用一次 即是列车在上午繁忙时间后回厂停泊 下午再出厂就会用另一个编号 不过留意了 东铁线是会照用同一个的 有时因应列车的调动 上周和下周用同一个车序编号列车也未必会一样 即是所谓的换车 如果因应其他情况而需要中途换车 例如机件故障 那么接替列车都会用同一个车序来继续行走 但有时如果是出现服务而误 或者需要转用另一套的时间表 例如是台风杂港的特别时间表 列车就可能会被安排转用另一个车序来继续行走 以调节班次 而在团马线 如果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列车未能够按照正常时间表运作的话 全线列车都会根据列车自己的编号而设置车序 直到过到新时间表为止 至于车次就简单点 即是某个班次的编号 每个车次编号每一天只会用一次 而且只会对应单一的方向 和一样是在行车时间表上会有编定的时间 大家最常听到车次一次 应该都是往返香港和内地的高速铁路 或者是会取到东铁线的承制直通车 因为它们都是按车次来售票 而且按照车种会有不同的分类 例如G就代表高速动车组 Z就代表直达特快 不过即使是香港本地的铁路服务 部分路线都会有一些内部的车次编号 方便识别行走某个指定车程列车 车次和车序两者最大的分别 就是车序会偏配给某一班列车 在当日或者那个时段使用 正常情况下会一直用到收车回厂为止 而车次就只会用在一日之中的某一个车程 每次去到中点站就会改变 而一辆列车一日会行走多个车次 这些车序和车次编号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都会偏定在某些时候出现在某个地方 而且独一无二 可以方便到铁路公司的职员 去识别行走某个指定车程的列车 从而作出车务调动或者服务安排 例如是轮椅乘客安排接送服务等等 而使用在时间表上固定的车序或者车次编号 会给每日甚至随时变动的列车编号方便和实际 举一个例子 每日在车次0166后面都固定会是0168 编定由11点钟由旺角东开往红磡站 但每日所用的列车未必相同 只是用列车编号去找大约11点钟由旺角东开出的班次 甚至作出车务或者服务安排便会变得困难得多了 如同前面所说 一个车序或者车次并不会由固定列车行走 但可能会有固定的车款 例如在2017年 马鞍山线的某些车序 曾经指定必须使用8卡列车 以免发生故障的时候 前面或者后面的列车无法拖走 而轻贴某些车序也有指明 在指定时段内使用单卡或者拖卡 所以每日的同一班车可以是同一车种 但未必是同一架车或者是同一只型号 言归正传 在香港车序和车次 是会在不同路线上分别使用甚至并存 我们先讲下俗称地铁市区五线的 官堂、荃湾、港岛、南港岛和将军澳线 他们所用的就是车序 虽然行走这五条路线的列车 车头都能够显示三位数的编号 但他们的车序一般都只会是两位数 一般来说 每全日服务的列车 车序会排得比较前 而繁忙时间加插的列车 就会采用较大的编号 而且上周和下周繁忙时间的加班车编号 都会有所不同 不会重复 至于不着客列车 列车就会预留和利用更大的编号去作为区分 通常都会是80以上 而团马线同样是采用车序 操作上也都和市区五线大致一样 不过在列车未能按照正常时间表混行的时候 便会根据列车自身车载电脑的编号 而设置车序 例如是268、502 直到过渡去新的时间表为止 去到机场铁路 就是使用车翅 由于同属同一个系统 车翅都是共享的 大家搭东冲线和机场快线的时候 会见到列车和其他路线一样 都是显示着三位数的编号 但东冲线和机场快线的完整车翅编号 实际上是有五位的 万位数代表路线和行车方向 千位数代表对应的目的地 剩下的三位数字就是所示的车翅 而车翅是由头班车顺序数起 不同行车方向 开头都不同 举个例子 车翅37711 代表东冲线上行的第十一班车 以东冲为终点站 而排序是包括短途车和不载客列车 不会独立分开 虽然迪士尼线列车的车头未有显示器 但在行车时间表上同样有出现车翅 而且都是按照不同行车方向 由头班车顺序数起 不过相比其他路线 由于全线只有两个站 加上主要是单线商程行车 最多都只会用两架列车 所以迪士尼线去利用车翅 去识别列车的重要性的确是比较低的 讲到最复杂的话 就莫过于是东铁线 在东铁线的营运上 车序和车翅是共存的 大家或者会留意到 不同列车款式上的显示都有不同 MLR是两位数 IKK是三位数 而Rotem是四位数 其实前两者都在显示车序 而Rotem在显示的是车翅 东铁线的车序 和列车继续行走 至于东铁线的车翅 就比较特别 是由英文字头加数字组成 有点像同样在东铁线行走的 乘制直通车 但它的字头所代表的是车种 或者列车的目的地 是更换了TGMT信号系统前 是由一个字母加三个数字 又或者是两个字母加两个数字去组成 现在就统一改成两个字母加四位数字 如果是不载客 或者是直通车 字头就改成车种 例如通常在下午时份出现 曾经一度在时间表上消失的柴油机车车翅 VV04 现在就是VV9404 不载客列车就由T加三位数 改为TT加四位数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乘制直通车本身有一个由内地所偏配的车翅 但在东铁行车的时间表里面 其实是有为它们再偏配多一个车翅 作为车务运作用途 以往由东风11型等柴油机车拉动的列车 是V加三位数 九广通等由电动机车拉动的就是P字头 现在就全部都改成PP加四位数 不过在乘客层面来说 无论你在香港还是内地 都是统一使用由内地偏配 Z字头的车翅 至于本地的载客列车 车头就改造地点 以前是目的地 而现在就是列车的起点和终点 第一个是南面 第二个就是北面 数字来说 北行是单数 南行是双数 例如YM0168 是由罗湖开往红磅 YK0361 就是由红磅开往上水 经马场站 大家平时看到R车车头显示的数字 就是车翅的偏好 大家踏开东铁线都可能会问 为什么由红磅开往上水的列车 动态路线图只是显示到去上水 而南下列车就会显示到 罗湖或洛马州 其实这个都是和编排了的车翅有关 因应疫情 罗湖站和洛马州站都已经关闭 虽然列车仍然会使去这两个站再接返 部分列车也会接载职员和附近的村民 但所有乘客正常来说都要在上水站下车 而在车务运作的安排上 北上载客列车会去到上水 然后就会改为北载客前往洛湖或洛马州 但南下就会当是由洛湖或洛马州起载 这一点亦都在车翅上反映了出来 北上列车会由YH转为TT 南下列车会是YM或YL 在春秋二祭开放沙岭坟场的期间 由洪瀚载客去罗湖的班次都会改为YM 而其余的安排就维持不别 轻铁虽然都是同样使用车序和车翅 但就相对比较简单 轻铁的车翅是由头三个数字的车翅 加上后面两个车程编号组成 例如车翅14808就代表着706线车序148的第八程车 而轻铁车辆所显示的数字都只会是头三位数字的车序 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挺复杂的 但其实他们对于铁路的车务运作都很重要 由前线员工去到车务控制中心 往往都要依赖着这些编号去进行沟通 处理各样的大小事件 甚至是车务调动 如果大家还有铁路相关的东西想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制作相关的专题 多谢大家收看铁路的频道 如果喜欢留意铁路运作 又或者是交通发展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 和关注我们的专业 时刻紧贴最新的资讯 苦年很快就来到了 铁路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 过一个健康又强重的苦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